哈喽大家好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一吃海螺就头晕目眩 并且每次一吃完那个胃就翻江倒海 所以呢 好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螺的身上有好几个部位不能吃 而且呢 这几个地方往往都带有毒素 今天的视频内容啊 主要是和您分享海螺几个带毒素不能吃的地方 并且还会和您分享一道海螺最原汁原味的吃法 总之今天看完视频以后 您就懂了 首先啊 先来了解一下海螺营养价值比较高的地方 很多人都称之为这一圈黄黄的东西是海螺膏 其实您并不知道海螺的消化线就在这 包括了消化器官 肠道 所以尾部是连接肠道和内脏的地方也是第一个不推荐吃的 这个时候牙签所指的这个位置呢 是海螺的苦挡 平时吃海螺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一口闷 这一些苦挡都不去除 但是您知道吗 海螺的毒素往往就藏在苦挡里面 绿色的这一条线体啊 就埋藏着胆道和胆囊 大海里面的海螺呢 主要是以微生物为主 所以说它的毒素沉淀往往就在胆囊这一块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吃到的螺会发苦呢 就是因为胆没去掉 肠胃不好的人以后吃螺切记了 胆一定要剔除 大家都知道海螺的头就是精华所在 但是今天要告诉您 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不能吃 用刀在海螺头的下方开一个口子 两个大拇指分别用力的挤压 这时候啊 您看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海螺脑 海螺的脑里面呢 埋藏了很多的神经分泌物 它总共有两个正常情况下的颜色呢 是白色和这种颜色 造成头晕目眩的罪魁祸首就是它了 呃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啊 海螺的排斥线就在头部 但是您看到黄色的这块东西也是不能食用的 那这里啊 肯定很多人会说 海螺就那么一点肉至于吗 但是呢 我要告诉你 海螺肉最嫩最好吃的地方 也就头部那一点点的精华 所以啊 不该吃的地方我们少吃 有时候吃十个八个确实也没啥问题 但是问题是吃的越多 当然毒素就沉淀的越多咯 那么好了 拆解海螺几个不能吃的地方带毒素的地方 您懂了吗 说白了 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少吃这几个带毒素的地方 要说海螺肉呢 最原汁原味最好吃的做法是哪一个 就是接下来我要分享的 多人说海螺根本不用洗 没有你那么麻烦 你不是在海边长大的 那么必须要洗 用牙刷或者钢丝球刷一刷 你才发现有多长 特别呢 要提醒您购买海螺必须要买鲜活的 清洗干净以后浸泡在水中 倒入两勺左右的盐或者香油 浸泡20分钟保证吐得干干净净 首先烹饪这道美食前 准备柠檬切三片 怎么能少得了葱花提味增鲜呢 当然了去腥增香肯定少不了生姜 将生姜拍打以后切成生姜末 盐 米酒 鱼露 之前看到很多人煮海螺的时候用的都是废水 大家以后切记了用废水是大忌 水下锅放入几片生姜片盖上盖子 冷水开始转变为废水以后 开始计时5分钟 这个时间段的口感最鲜嫩 而且不回缩 取这个海螺肉大家一定要用筷子 用牙签是取不出来的 一边手用筷子插入螺肉的头部 抓住海螺壳的另外一只手需要不停的旋转 这样海螺肉就可以整颗完整的出来了 海螺肉去除所有不该吃的地方才结成片 再沾上一口灵魂墙汁别提有多鲜了 好了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 转发给更多人 谢谢 我们下次见 按托行者 稍网